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游教授台音说乐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 老汪的这首《西班牙相情》 这首歌呢 我认为是他这张新专辑里面 旋律最好听的一首 歌词呢淡淡的忧伤 配上这种民谣式的旋律 民谣的这种风格 很好听 但是呢我们今天是来搞事情的 我们今天是给老汪同志来搞事情的 我就想偷偷的问一句 老汪同志 你是不是半夜偷偷的听许如云了 这个旋律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有些人我在网上看到 有人说这个歌像独角戏 确实啊 跟独角戏 形似 同时呢 我的脑子里面又出来另外一个旋律 就是火柴天堂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两首歌 火宅天堂 独角戏 西班牙 香情 有人说那这个是不是算不算抄袭 因为现在很多人呢 比较钟爱啊 抄袭这两个字啊 动不动呢就给人扣一个抄袭的帽子 但实际上 是不是抄袭啊 我们一会儿再来解答 我们先来看一看 先来分析一下 汪峰同志 是不是半夜偷听许如云了啊 我们呢 把这个旋律啊 我们把这个旋律 三个旋律呢 把它放到了一起 我们来对比一下啊 我们就唱前面两句吧 就是前面的八小节 这个汪峰的这首啊 西班牙香情啊 我们先来看他的这个旋律啊 是这样的旋律 歌词呢 不太会唱啊 我们就狠狠吧 好吧 这是第一个 好 然后我们再来听一下 曲如云小姐姐的这个独角戏啊 这是独角戏啊 好 我们再来听这个熊天平的火柴天堂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这三首曲子啊 如果要说老汪同志啊 要偷听这个许如云的话啊 那我就不知道这个许如云啊 跟这个火柴天堂的这个熊天平啊 是谁偷听谁 是谁偷听谁 反正这两个旋律也挺像的 但是呢 我们要来建定一首歌啊 到底有没有抄袭啊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 纯粹是搞事情的啊 就是为汪峰同志挖坑地 就是如果说我们要判断一首歌曲 它是否啊 是抄袭 那么我们还得看后面的发展啊 不能只看一个开头啊 其实这个开头确实挺像的 这个叫什么 其实这个开头就是一个歌曲的动机啊 就是你一首歌曲得有一个动机 哎 这三首歌曲实际上是什么呢 就是动机非常相似 甚至都撞到了一起 啊 你看汪峰的这首 是这样的一个旋律 熊天平这个是 前面的 这个一小钱里面 前面的三拍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许卢云的这首 开头的你看 在这两两拍 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旋律的 这样的一个旋律的走向 这个旋律的走向给人的印象特别深 这个旋律的印象非常深 所以说大家 这三首歌呢 又是这个歌的这个旋律呢 在这三首歌里面呢 又不断的出现 我们所谓主导动机嘛 它就是围绕这个动机而展开而发展 像一个种子一样 所以说呢 这三个曲子的种子 都有点像 一不小心撞上了 不知道是谁 半夜偷听的谁 但是呢 一个歌啊 我讲了 后面我们要看它的发展 你看这个老王的这首啊 你看 这是第一句啊 第二句啊 第三句啊 第四句 来这四句 好 我们来看这个独角戏 独角戏呢 首先跟这个老王的这首西班牙生情 首先呢 是拍子不一样啊 独角戏是四三拍的 你看 是一二三 一二三 人家老王 你说我跳的是四步 你跳的是三步 你怎么说我偷了你呢 你怎么说我偷偷听你的呢 但是这个旋律啊 偷偷听 没准啊 老王同志 偷偷地喜欢啊 许柔云小姐姐啊 的歌曲啊 也没准 好 第一个呢 就是拍子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 它的旋律走向也不一样 啊 你看老王的这个 前两句 好 我们看许柔云的是 诶 这个后面第二句就不一样了 然后我们再看第三句啊 老王的这个是 这第三句 这是西班牙香情 好 看许柔云的 旋律完全不一样 这个独角戏 你看 你看 你看他在旋律里面用了两个大跳 啊 汪峰的这个呢 是 啊 发咪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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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咪 还是以这个 寂静为主的 啊 然后 然后 许柔云的后面的这个旋律 哎 用了这个跳进 啊 当然许柔云这个独角戏不是他写的 是这个 我记得好像是纪中平写的啊 好 这两个歌啊 已经我们做了比较了啊 已经排除了啊 这两个歌之间的关系啊 不存在 抄袭啊 好 再来看这个 西班牙香情跟火热天堂 好 我们再来比啊 这个东西就是怕比啊 这是哎 老王的啊 我们看这个熊天明的这首 好 第一句是有点像的啊 然后呢 但是 落音不一样 第一句的落音 汪峰的西班牙香情是落在 落在 上 熊天明的这首是 道西拉索 米勒米拉索 落在 苏上 虽然 前面的这个 种子 比较像 这个 动机比较像 但是呢 来 后面的落音不一样 其实一个乐剧的落音是非常重要的啊 然后再看 第二句 老王是 米索 米索 拉拉 索 米勒米 他是从 第四拍 米索 第四拍 若拍进的 然后熊天明的这个曲子是 他第二句 又是从正拍起的 就是第一句是正拍起的 第二句也是从第一拍正拍上起的 所以从这个 前两句的 从第二句开始 他的这个旋律的进行 从节奏的 进唱的这个节奏 就不一样 虽然 虽然 第二句两个不小心 都落到了 不小心 但是呢 毫无关系 好 第三句 我们再看 老王的 先看 这是老王的啊 再看熊天明的这个 你看 这两个更不一样了 第三句 火山天堂 他用了一个 就是连音的节奏 你看 然后呢 汪峰的是 第三句跟第四句 在节奏上 相对来说 汪峰的这个歌 更平稳 在节奏上 然后呢 这个火山天堂呢 他是用了连音 制造出了这种 切分的效果 律动上更丰富一些 好 那么你看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对比 这三首歌之间 虽然说 他的这个主导动机 都是 都是拉索 米勒 就是这个 都是这个啊 都是拉索 米勒米 都是拉索 米勒米勒米勒 都是拉索 都勒米 你看都是都是拉索 都是都是拉索 热的货 但是 发展完全不一样 好 这个是什么呢 巧黑板啊 话重点 这个肯定要考 这个是什么现象呢 就是 主导动机 相似 但是后面的发展 完全不一样 所谓主导动机是什么呀 其实就是一个念头 就是我们要去做一件事情 比如说 你个写歌嘛 写一首歌 我们首先到 得有一个动机 这个动机就是什么呀 你说 你去干什么 做坏事 你得有个动机 做好事 也得有一个动机 这就是脑子里面 想出来这个动机 写歌也一样 我得有一个动机 然后根据这个动机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去走 这就是写歌的逻辑 要有主导动机 你不能你说 我想去扶老奶奶过马路 然后呢 我先上一趟超市 然后再去趟厕所 然后去个那个餐厅 然后呢 再去打一会儿 抬球 那你这个就逻辑混乱 所以说你歌 可能你如果按这个思路来写歌 那写出来的歌 可能就是流水账 就没法听 散的 你可能某一句特别好听 但是呢 装在一起 你这一天都干了啥呀 最后老奶奶没浮沉 这个动机丢了 就这个意思 明白吗 但是呢 如果说 你要按照一个步骤去做 你这个动机出来了 这个就是 我要去扶老奶奶过马路 就是这个动机 然后呢 那你得先载到马路路口去 是不是 看着有没有老奶奶过来 然后再看老奶奶有没有摔倒 如果要摔倒了 赶紧跑上去 是不是 就是这个意思 这就是 根据一个动机 一步一步往前走 发展 这个叫 是有规律的 有逻辑的发展 那么这个歌呢 就是说 三个人的动机 都是要去扶老奶奶过马路 但是呢 他们的方式不一样 汪峰呢 可能是站在天桥上看 看有没有老奶奶摔倒 然后这个 许如云呢 是站在十字路口 在那看 有没有摔倒 然后呢 这个 熊天平呢 开了一辆车 停在马路边上看 老奶奶有没有摔倒 你看动机一样 三个人呢 执行的这个方式 走的路 完成的过程不一样 最后老奶奶 浮沉 没浮沉 不重要 就是要根据这个动机 去发展 然后呢 你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 这个动机 一直要 不断的出现 你看 比如像这个 他在歌曲里面不断的出现 不断的出现 至少在A段 在他的前面这一段里面 不断的出现 所以说这个动机 很重要 你要围绕这个动机 你在干这个事情的过程中 你一直要围绕这个动机而展开 虽然你上天桥去看 有没有老奶奶摔倒 但是呢 你在这个过程中 你憋不住了上个厕所 虽然去上了个厕所 发展了 但是呢 你一会儿还是回来 还是要到天桥上去看 有没有老奶奶过马路 明白吗 不管你中间走了多少路 走了什么样的路 做了什么事情 你的主导动机 最后是要回来去 扶老奶奶过马路 明白吧 这就是写歌 就是这样的 你不能瞎写 你不能出去了以后 在大街上 满大街的晃游 一会儿逛商场 一会儿吃冰激凌 一会儿再逛逛超市 你说我这是去 扶老奶奶过马路 这就是瞎写歌了 知道吗 就这个意思 不知道大家明白没有 今天呢 今天我们纯粹是一些娱乐的节目 就是给汪峰挖个坑 但是最后请汪峰同志回答 你到底有没有半夜偷听许如云小姐姐的独角戏 好吧 今天呢 我们这首歌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这就是这三首歌曲的一个比较 最后我签个字 证明一下老汪同志没有抄袭 我愿用一身的感情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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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